天空下著大雨 胖乎乎的黑毛豬卻悠閒的在大街閒晃 旋轉的尾巴搖搖白白的晃來晃去 員警在後面不知從何下手 只能小心翼翼的跟著 就怕這重達200多公斤的豬突然時空暴衝 這時兩名熱心的居民前來幫忙 警員決定不再當護豬使者 三人展開抓豬行動 豬腳被套上繩子 三人死命的拉著 終於將豬隻帶到了豬籠內 才結束了這場黑毛豬鬧劇 警方研判這隻200多公斤重的黑毛豬 是附近民眾所飼養的 疑似逃了出來之後迷了路 一一查訪及電訪附近居民 看是否有人飼養不慎跑出 但目前尚未找到可能失足 記者劉志展張浩團報導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打架完之後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平凡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